沧海苦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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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的印象里 建筑男一般都是 蒸蒸铁骨的汉子 但是唱的歌都是 柔情似水的歌 最后一句 我好像听清楚 是这样唱的 男人的心儿啊 一揉就碎 是这样唱的吧 是的 为什么要唱那么肉麻麻的歌啊 我喜欢这些情歌 也特别喜欢那些深感的歌曲 但我喜欢唱 喜欢唱是吧 有时候这个歌词啊 也能抒发我内心的这个情感 能抒发情感是吧 是 你能不能把刚才那个 一揉就碎就歌 对着十号唱一唱 哇 你对他一唱 他能不能抚平你的心理 可以啊 好不好 深情的对他唱 好吗 可以 来 开始 女人的泪 一滴酒醉 男人的心儿 一揉就碎 爱也泪 恨也泪 不爱不恨的泪 不要说你错 不要说我对 恩恩怨远远 没有事与非 人生这个谜 既然能猜对 爱情这本酒 谁喝到的罪 歌唱的蛮好的 你给他抚平一下 什么你说摸哪里 回来回来回来 搞半天白唱 十号你先跟他交流一下呗 你做事一般在哪里做啊 武汉哪里啊 他最近一段时间在武汉 做了个外墙保温的 外墙保温 去郊区做不做啊 比如说江夏 新州啊 任何地方都可以 只要是挣钱的事 任何地方都可以 新州黄皮去过呗 我前两天有这个朋友 一个工友 他是黄皮的接我到他家去玩 黄皮有点阴影的 哦对对 这个黄皮有阴影 他前夫是黄皮的 可能是一颗老鼠害过汤呗 对对对对 是吧 你跟黄皮没有什么蛮大的关系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对对对 你那个工友 你最好也跟他脱离关系 我那个姑娘 我那个姑娘蛮好的 十号他是搞成人教育 三十六岁 未婚 但是他有孩子 哦 你知道这是一个什么特殊的关系吗 未婚但是他有孩子 这女孩的心思你别猜嘛 就是前男友没有结婚生了个孩子 然后就分开了 十号是你的老乡 对老乡 所以说两眼内汪汪 很有好感啊 你现在房子到底是在哪了 房子就在我家里 老家 老家 多大的房子呢 整个面积有三百多平方 古城县 古城的 山清水秀 出美女 出帅哥的 谢谢你的关系 五号来 我是你的老乡 我是一层人 我应该来说是个名机吧 我们一层 应该说是个小胖子县 小胖子县 不错 所有的一层人呢 就是微胖型的 丰满型的 你说是吧 我们一层人也是非常热情 五号你的意思是一层出胖子 我们一层市就是叫小胖子县 就是拿你的爸爸 那你的大名可以养人吗 我对胖人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哦 明白了 胖人就是有福嘛 三号 你写歌是畸心法座呢 还是 畸心法座 发病啊 对 我是畸心发挥 畸心发挥 发作就是发病啊 不好意思口误啊 还是根据你以往的经历来写的这个歌词呢 就是根据自己的情感经历和生活阅历写出来的 但是我听你好像是以多筹上感为主题 不错 不错 但是我喜欢听那个多筹上感的歌 因为我也是这样的人 但是我不喜欢这样的我 哦 因为我喜欢一个活跃的来 活跃的人来带动我的活跃 非常我非常乐观 耿直 但是看着人嘛 乐观 但是你怎么可能写得出来那么 那么多筹上感的词语 要知道一个外表乐观坚强的男人 他其实内心很脆 微笑来掩盖你的内伤 看样子你刚才唱错了人 你该对三号唱才对 三号是这样一个多筹善感的人 十一号 喜欢哪种类型的 然后我又是什么类型的 我喜欢胖一点 哦 喜欢胖的是吧 这是说外型胖一点 比方说是还要用那种顾佳的 哦 这样是吧 那个闲娘的 那我问楼贤惠 我们女的一般像我都是很具备的 然后就是说问一下你 那年收录是多少钱呢 因为我这个当时说那个 五十十万块钱 它是保守的 因为我这个人希望事实求是 我喜欢搞那些复夸的 这很好 知道我 这行里有个俗话说的好 只要有活干 不仅不卖一个月以外 就这么说话 我现在就有个儿子 现在在上大四了 明年大五 他几 明年大五 读医学嘛 对 念医学是 然后医学 四年读不完的 长大哥你好 你好 一个建筑工人 居然能够写诗 居然能够唱歌 那个沧桑的歌曲 包含着这种男人的情感在里面 把我们都唱醉了 真的 把我们的心都揉碎了 他是一个特别有情操的人 那你跟他生活在一起 是绝对不会枯燥和烦恼的 全国各地有那么多的城市 那个冰冷的房子 因为他的保温层包裹上去以后 住进去人就变成了一个温暖的家 明是给我们这些城市啊 做出了贡献的人 我觉得我们应该像所有的建筑工人 像长大哥这样的人 我们应该为他们鼓个掌 谢谢 谢谢 接下来我想 就差一个人可以让你不漂泊了 长大哥的优势就是 你在哪 他就可以把家安在哪 我祝长大哥安家在一个温暖的地方 祝福 谢谢 这是长志远来到了第二轮选的开始 好在第二轮选择过后 舞台上还剩下了八朵桃花 为你盛开 通过第二轮短片了解一下 长志远的感情经历 婚姻最大的杀手 就是两个人在人生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我的前妻在二十三岁的时候就出去打工 一直到儿子上了高中 他都不肯回家 他不在家的这十几年 对我来说就是一种煎熬 我既感受不到夫妻之间的关怀 也享受不到家庭的温暖 前妻打工十几年 也自己承认自己变了 不愿意和我过着平淡的生活 离婚后 儿子一直跟着我生活 现在他已经上了大师 非常支持我能重新找回属于自己的美满生活 可是乡亲的道路并不顺 曾经受骗 也曾经被嫌弃 我对美满的要求就是年纪在四十到十六岁 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 只要你贤惠 能包容农事之二人 就行了 你想跟谁聊聊就跟谁聊聊 聊什么话题都可以 我总感觉到啊 不管是男人或者女人啊 这辈子跟谁过 怎么过 有人选择的是财富 是的 有人选择的是情感 还有人选择的是长相 我认为不管你选择哪一条 只要是在日常的生活之中 你的笑容比你的愁容比较多 不管贫富 就说明你选对人了 说得太好 鼓掌鼓掌 唐先生对幸福和快乐的理解 其实很简单 他就比较了一个愁容和笑容 那你先跟谁聊聊 十号吧 十号是个胖子 抽到我心里去了 就适合你刚才的择偶标准 孩子有多大了 十三岁 成绩怎么样 不好 你的孩子可以辅导一下他的孩子 我都可以辅导他 我儿子上高三的时候 要是曾经为了激励他 我给他写了几句话 我儿在父心中阴 梁玉金雕 贵笔金 若有他遭重消云 迷惘昨日撒干凌 那你现在跟我这个说 他理解不了 再换一个人聊你 十二号 这十二号不是蛮胖啊 对 说一下皮后嘴唇呗 就不胖了 看了就挺性感的 你小孩多大 我小孩已经十六岁了 十六岁 男孩女孩啊 女孩 是说到你心肝里去了 不是 我想要个女儿知道吧 你是什么原因离婚的呀 孩子三岁的失去 他就出去打工 第一年出去打工 一般到了过年的时候 是吧 巴的巴的想往家赶 磕他 我把电话都打爆了 说了好多好话 那么回来 他就不回来 孩子三岁 一去打到高中 十几岁了 十几年打工 就是始终 不愿意回家 闹僵局了之后 家的人 很多人 给我爆料 说他有外遇了 我觉得长大哥 虽然就是一个 普普通通的 建筑行业的手艺人 但是交流起来 有情有趣 不卑不亢 他明白幸福的真谛 来自于什么呢 来自于勤劳 乐观 知足 那面对这样一款男嘉宾 我觉得如果女嘉宾 心里面是期望 能够找一个 男人结婚 能够改善自己的 物质生活条件 我觉得他不适合 但是 如果他是期待 我发自内心的 洋溢在脸上的 这种真心的 很幸福的笑容 就是最体面的外衣的话 这个男人 真是不二选择 谢谢 这是 常志远先生 来到了 终极选择 开始 中级选择过后 舞台上所有桃花灯 都已经熄灭了 10号为什么灭灯 因为我刚刚听他跟12号说 如果对方是个女孩就好一点 再加上他工作看得比较辛苦 可能成天在家里待的时间 应该蛮少 公布一下 常志远的桃花易住人 他就是 10号 我们把10号基本资料公布一下来 陈春艳36岁 成人教育业务经理 年收入6万左右 没有住房 未婚 一个儿子归自己 喜欢旅游 10号灭灯了 按照我们舞台上的规则 另一次向他表白争取的机会 愿不愿意 别人看牌 不别人来 到舞台就让来 常先生遭遇了舞台上 12位女嘉宾的灭灯 我们把机会交到 现场13号女嘉宾团手上 六位 如果有谁愿意 跟常志远牵手的话 请举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